歡迎各位收看劇場回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王志龍先生 你好 小龍 我真的不捨得讓你離開 所以還是要叫你回來 我也不捨得你 所以一定要回來再談一天 要讓你一刻 多謝你 多謝你回來 因為跟你談來談去 很多事情要談 好像真的很多 很長篇 是的 劇場的經驗你很豐富 很多事情我想知道 甚麼都會碰一下 他人是八卦 那你說一下你的八卦 好 我想今天知道關於編劇的經驗 好 其實我自己小時候主要看電影 好老實說 舞台劇也是跟爸爸回去大會堂看 但是自己真的喜歡開始創作 其實就逼出來 中學有個劇寫 他們一人寫劇本 找了我去寫 慢慢就發現原來很有趣的創作 我甚至覺得創作絕對 對我自己來說 好玩過幕前 或者其他崗位 就是因為你創造了一個世界 這件事一定有很多人說過 對我來說 那件事是 我還做了導演 還要點別人 你這樣做 其實老實說 尤其是小時候剛剛做編劇導演 都挺大誤會的 經常都覺得要自己建構一個世界 都挺個人作品的想法 總之我這個想法是這樣的 我去台詞是要這樣說的 你跟著我的方法去說 早期我的作品 那時因為剛剛八九年開始寫 你知八九年那時的劇本 全部都是關於政治 九七所有 我都不例外 我有一些想法去說一些 我自己對於看法的東西 我當時抓到一個比較有趣的社會方法 就是黑色喜劇一點的 去講一些政治的問題 基本上 初頭的十部戲都是這樣的戲 甚至我自己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件事都被人說過 我發現我自己的戲 來來去走不出三種東西 夢 即是角色的夢境 死亡 即是肯定有人死的 還有獨白 即是這三種東西 其實獨白是講一些內心一點的東西 這三種東西好像永遠都圍繞著我的作品 甚至我記得我參加一些市會的評判去提 說為何你的戲那麼喜歡寫死 我說其實我不寫死 我不想到怎麼說我的故事 尤其是那時的故事 他說你不寫死就沒有東西寫了 我說其實死對我來說是一個質疑自己的方法 所以其實幾個戲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挺有趣的 我慢慢想 我們剛才聊天也有說 會不會有作者弄我 或者編劇一些 編劇一些 原來 我很早已經發現自己有那個 我還未早職位 發現自己很喜歡去想死亡 就是越小時候 他們越喜歡說死亡 反而越大 就適懷 好像變得有點悲劇 你不跟老人家說死亡 也是 而且你知我小時候很無聊 即逢然被先生罵 那些很無聊的小朋友 那些很無聊的小朋友 我死了你就知道死 你就後悔了 你罵我 自己構思了整套劇情 所以你才是 夠膽碰 太遙遠 也是的 你反而沒有那麼害怕 很冷靜客觀地 抽身看回這件事 但是慢慢地成立了W 好老實 因為W始終定位 一個年青人的劇場 所以我們一些題材 少不免都是一些 年青人關心的東西 年青人最關心一定是愛情 知道這個很現實 所以W頭三個戲 都是行愛情的 直到第四個 第四個就叫廢柴 廢柴就是當時 剛剛失業最厲害的時候 那我就想 我覺得我想說一個 香港人的戲 想想自己有什麼 香港人特別的毛病 例如喜歡應叻 例如年青學爛 但又有些優點 例如你半恩白兩 你給半恩我一定會給你 起碼當時的社會風氣 是這樣的 又或者一些滑透的東西 我將這些最香港人的元素 或者自己的元素 放到戲裡 分了五個角色去呈現 裙仔 蝦頭 一起做 那個戲是第一個 叫不寫愛情的戲 去找自己一些想法 原來我最想說是香港人 即是一些特質 而那個戲也很幸運 那個戲幾有趣 回響幾大 我記得最初 票房也很一般 因為我們做到愛情 突然間做一個 不是愛情的戲 平時有八成 那次只有四成 即是開演出 但突然間看完之後 很多人覺得有共鳴 那個感覺好像在說我 那個好像在說我的朋友 真是你看著 最終是九成 升了五成票房 即是真是瘋 即是做完第二天 電台已經講了 即是電台全部的名嘴來看了 不知 因為當時想了一些宣傳方法 即是請了一些失業人士來看 少少社會性了 這件事又多了人看 那個戲開始我便發現 原來我最關心 就是自己香港人的身份 以及優點缺點 我覺得香港人很有趣 他們是在獵鳳中生活 即是很懂得走勒 尤其是我是屋邨大的 屋邨大的小孩 有些街頭智慧 即是沒有錢 你要玩 你想一些很便宜的方法去玩 沒有錢你要生存 你會想很多 而且你要應付很多人等 即是我們玩足以恩玩五層 由三樓玩到八樓 你接觸的人是很多 於是你那個人很自然 有一套生存智慧 其實很奇怪很有趣 你會好像捐通捐通的適應 我自己是那些人 我很想講這人的特質 這個會是很特別的 叫做剛剛開始建立了風格 或者我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是開始有這個風格 甚至我後來有一個戲叫《純情記》 都是講愛情的 講一個同性戀 即阿祖適現一個 不接受自己同性戀者身份的人 和林一峰的愛情 我都是用了屋邨做背景 即是講一些我們香港生活的 一些小智慧小趣味 和亦都有一些 香港人的古怪東西 我覺得那件事我自己很喜歡 你比那些 港男港女港同 這個詞語更早發現 這個港人 其實你是港人 是的 然後我再看回 其實我中學也是在寫這些 不過小時候一定會懶宏觀地講一些 港人的政治問題 即是和你所說 反而越來越未碰到那件事 譬如死亡或者政治 就更加想講 然後慢慢現在就開始講人 真是人性 和你所說 即是港鞋 港男港女 其實現在我都是離不開的 即是很老實 譬如今年年初做小人三角 我都講港鞋 香港父母 那些很多香港 起樓的問題 這些事其實 其實我真是最關心的是香港人 所以你見那麼久 我都未有去別處演戲 其實這是一個主因 其實有些機會 譬如上海有談過 其他地方談過 不知為何興趣不大 很想講香港人的故事 但又很有趣 譬如 我有一些戲是出了DVD 去台灣看 台灣人看純情記 屋邨或者星馬那邊 照他應該不明白 我以為 原來是完全明白的 他說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世界是一樣的 譬如星馬那邊 有人談過剪輯 可不可以買了版權 找當地的歌聲做 我說不行 那林一鋒作的 和我們一起創作的 那就沒有談到 但原來他們是很有共鳴的 他們看回 其實你們說屋邨那件事 我們不是沒有的 只不過可能有少少不同 即那個表面 身體那件事 原來慢慢發現 原來都市人的生活都是這樣 只不過我們拿著香港人的故事來說 就更加貼心些 所以其實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有時電影都是這樣 合拍片和香港片的問題 其實大陸真真正正的 是一些香港人的小故事 其實現在都是 我覺得這件事 就更加強化了自己的信心 其實我講回自己的故事便可以 我不用這麼去想別人 是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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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想香港人說的那個風格 都是我最想說的 當然有時有些故事 沒有那麼香港化 但其實都擺不掉 那些是性格 我們這些屋邨大的小弟 有些都 例如《兩足下世傳》 其實是一個講愛的 他是用兩足來做一個精神 玩去性別錯摩 性別問題 愛是否可以超越生死 一些很宇宙的問題 但譬如我裡面有些情節 譬如說《十八雙送》 我就用了周國賢和何韻詩的角色 《十八雙送》 甚麼是《十八雙送》 在電影裡面 就是他們不捨得對方 於是想去灣仔去北角 都可能坐船去九龍城 然後再搭巴士 然後再搭船回來 即是玩了一些香港地理 這個《十八雙送》都是 所以其實我想香港人一些特質 是我自己很喜歡研究 和很喜歡想的課題 你喜歡寫一些是自己關心的 自己關心的 自己熟悉的 和有感覺 有感覺 和現實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是監製 那些題材對香港人來說 他比較有共鳴 其實有少許可悲 現在《十八雙送》 比較容易賣的 是一些喜劇 共鳴感強的戲 在這些位置之中 想找一些創新的位置 就會去想自己寫些甚麼 其實我有些甚麼未講的 有些甚麼自己很想講的 很老實我自己看回 有時作品的課題很像 但其實我不介意的 我經常都覺得 你不同階段寫同一樣的題材 其實會有不同的體會 即是你會那一刻 你小過寫死亡 和大過寫死亡 已經是兩個東西 即是不會一樣的 當然你探討的東西 你都要自己有個主子 所以我覺得 讀書的時候 參加戲劇比賽 很能幫到我 因為他一定要你填主子 主子主題 現在我自己想起也是 其實我的戲的主子是甚麼 主題是甚麼 這個一定要很清晰 我覺得是訓練了 你的思考模式 即是我們那時的年代 未必很正統去學編劇 但這個主子主題 會幫到自己 那你如果要想一個劇 你會想著 是一種計算點的想法 即是譬如我做了一輪 做了一輪 可能是悲劇一點 我現在要寫一個喜劇一點 這樣比較計算點去想一個戲 還是你的心是有些事 你自己想說而去寫的 是哪一種都 完全沒有想著騙你的 但我覺得 心真的沒有違背 那一刻的時刻 我很想寫一個戲劇 我自然會寫一個戲劇 即使我設定了 我想寫一個愛情文藝大悲劇 其實裏面也是一個戲劇底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 很有趣的 我想我們的團有少少不同 我們是先演員的 即是我們先知道的 這個我想有點不同 有些劇作家 他可能由頭到尾 都是想表達什麼 我用什麼故事去表達 通常我們劇團得到的 就是會先談一些演員 一些合作慣的演員 我會從演員的特質 個性去發展故事 然後我才會 連同我自己想說的 慢慢融為一體 因為對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舞台劇很有趣 演員是第一個媒體 即是他跟觀眾是直接接觸 我們很老實 如果我不相信演員演得不好 你的故事會很好 即是演員是很直接 跟觀眾的溝通 對我來說 我會看演員的性格 我著重跟演員的溝通 怎樣用他 或者跟他溝通之後 講我的故事 就是下一步 即是我想香港少有些 因為監製自己監製身分 就會有些這樣的想法 但又很有趣 老實說 我自己也有數過 即是我們剛才聊天 我剛才也想過 我自己寫了四十部戲 都寫了四十部 中間其實有些東西 真的卡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樣 即是我自己會很… 有時會卡住 但當一卡住的時候 又會找一些根源 去關於寫戲 我不知其他人怎樣 通常我一遇到某些 寫戲的卡住的位置 我就會找一些自己很喜歡的作品 可能是小說 可能是電視 可能是電影 先找一個情感 你喜歡別人的小說 是的 我不會看回自己那些 這麼自願的 看別人的那些 譬如《瑪蘭昆德拉》 我覺得很好用 《瑪蘭昆德拉》 其實他寫通俗劇很厲害 當然他文樂修養很高 但他每一條招 其實很通俗劇 他的戲劇衝突 你真的覺得很… 他的招式很絕 有時一個重新 你會突然想到這些事情 你會找到一個情感 另外有些電視劇 例如電視劇 《大時代》 原來《大時代》 是影響很多人的創作 例如電影 沒來劇 可能少些 電影多些 他那種的 我會覺得很有趣 我會看回一些戲 或者聽回一些歌 去找回一些感覺 因為人有時都會麻木 尤其是有些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閉室》 我自己就試過 你寫東西會不會有時都會堵住 其實不是很多 你很聰明 你很聰明 不是 我想 不知道 有時是… 你會逼出來那一首嗎 總之在《閉室》就寫到 也不是 我經常說我最大困難寫的東西 是逼自己坐在電腦旁邊 我如果肯坐在那裡 我就會寫到 我試過兩次左右 創作低潮到不得了 簡直有一個戲 我記得痛苦到不得了 完全寫不到 簡直我記得那個戲 我十月要做一個戲 十二月要做一個戲 原則上兩個故事 一早就寫完 但真的卡住 砸住 完全排不到 十月那個戲 我想我寫了二十個故事出來 不是二十個 是二十個故事 講同一樣東西寫了二十個故事 都覺得不謀 甚至痛苦到不得了 然後解決了十月那個戲 十二月那個戲 就開始要改告了 嘩 覺得自己寫得很差 看來寫什麼 大禍 然後在那裡 天天逼自己 都真的動不了 完全用各種方法都逼不了 我走了過澳門 有一天直接不用拍戲 大家不要找我 我消失過澳門 真的租了一個房債 自己真是 叫做 厭迫思過 在想 究竟我想說什麼 很坦白說 結果那個戲 真的不是最好 甚至不可以叫好 很多瑕疵 很多事情都想不通 歌劇有另一個導演跟我一起 他問 你歌劇做什麼事 卡住了 是解決不到的 唯一方法就是 現在想回真是順其自然 你用你的心去寫 未必好 你無法解決你是人 不是一個機器 只可以用方法 但我覺得要對得住觀眾 其實那次挺兩難的 用了很多技術性的東西 去令到那件事成事 因為對我來說 那次自己很不專業 但又要面對 其實都好 因為我看過九石羊一本書 我覺得他講專業的很好 什麼是專業呢 就是你要95%以上 甚至100% 去保持到你的創作水平 這樣才叫專業 不是你寫了一個好的作品出來 你就叫做自己專業 而是你要保持到那個水平 怎樣保持到這個水平呢 其實你平時自己收了很多東西 能夠一開櫃桶就有東西 即是經常地有東西 而事實上你看回九石羊 他真的在某程度上做到 那些配額不會突然間很差 那一件事很吸引到我 即是我覺得原來人 或者創作的其實要這樣 你真的要想回你的專業是怎樣 那沒辦法了 總之現在一不寫東西 就不停吸收東西 即旅遊也好 看書也好 看電影也好 什麼都好 還有我覺得創作的一件事 我挺想說的 我覺得剛剛創作的人 不要介意參考 參考不同抄襲 我覺得什麼叫抄襲 什麼叫參考呢 這兩個分別就是 如果你自己一個很強烈的主旨想說 你用了別人的故事形式 而那個故事形式不是說的主旨 就不怕了 因為你會慢慢一邊寫一邊調整的 因為你說的不跟他說的 但如果你說的主旨 跟你想參考的對象是一樣 就不可以了 這是一個抄襲 因為你慢慢就會被領導 所以我小時候 我覺得現在 譬如我聽到一些樂德寫的年輕人 年輕人 他經常都怕抄襲 於是動不了 你不要怕抄襲 總之你知道你自己想說什麼 然後你找一個參考 那個參考可能是說不同的東西 想表達的東西 你想說愛情 去想說人生 或者事業 是不同的 你可以想想他的形式去刺激你的思維 出來的東西就不會一樣的了 後來我想回 其實我自己小時候都是這樣 我自己小時候都是這樣 例如我去看一些戲 那些戲不是在說那個題目的 但是會令到我舉一反三 這樣想想想想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創作模式 現在我都在用的 當然除了那兩次《路閉室》 一次比較少些 另外一次就真的經歷比較大些 要走出那個陰影都要一點時間 我用了一個過半戲去走出那個陰影 我就立刻寫了一個戲劇 那次之後 寫了一個比較自己有感覺 直接一點的戲劇 那個就是小型的意義 很直接地找回一些東西 我要很理想去寫的 那一刻我想寫什麼是什麼 那叫做創作治療 就是治療自己的心魔 你有沒有想過要寫一個 完全自己不熟悉的 那個題目也不是特別自己吸引 自己喜歡的 但是想挑戰自己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掙扎過的 我是不是應該完全寫一件事 我不會熟悉的 然後去什麼 然後我放棄了 原因是 我寫一寫一下 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你不相信這個故事 你不能寫 可能我陳詞未到 可能到有一天 我叫做人生經驗豐富一點 我就寫到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一刻我會盡力去畫自己深一點 但就不能強求 可能那個未必 那個突破不是來自 而是同一聲去另一件事 而是試著另外 可能講同一個題目 但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的想法 去令到他有一些新的東西 我失敗了 我試過 但是很好這個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會想 其實一個創作人 是否只是創作那一件事 第一說應該要不停去挑戰自己 我相信作者弄的 其實某程度上你每個人 每個創作人 很多 不要說全部 都是在講同一件事 只不過用不同的形式去講 我挺相信這件事 希望我將來找到一個 新的大一點的突破 但是現在這個時刻 我都挺想找一下 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沒有試過 其實寫自己熟悉的東西 是比較容易的 真的 那個感覺 很容易就寫出來 如果你不相信 很難 我自己都試過 不如我特意做多些 才知道搜集 真的看很多書 想著不要死 寫下去 那些東西 連自己都留言自己不行 所以我想 不要心急 可能我 將來 再成熟一點的時候 寫到 現在結案層次 你王志龍的編劇風格 你會怎樣 簡括來說 我覺得是 探討一些香港人 真是很本地的 一些性格 人物性的風格 這個是我喜歡的 因為我的人性 就是宇宇宇宇宇宇宇 而香港人是我 我便去研究自己 研究我身邊的人 這個就是 我好看的東西 好的 小龍 其實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很快 是 又有一集 很開心 跟你聊天 多謝你 那我有機會 再來講講 好 多謝你 好 我等著看你的劇作 多謝你 一定會看 好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